王者的奶茶即將要出場了 我們看到畫面中左邊就是李成光 也是剛剛的在聖格魯掉下來 在昨天掉下來的 然後對象是盧建宏、王者的奶茶 那如果假設王者的奶茶能夠獲勝 他待會還要再打一場敗整戰 才有機會上到主舞台來做最後決賽 又來了幻翅 又是用幻翅來勾引你 來Counter他 而這邊李成光如果 因為昨天就這樣打 中國會不會來做特製 我覺得他們 昨天已經有開始討論了 我們唯一晉級的選手 一直先發幻翅 到底是不是在高聖閨 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李成光這邊選擇的是電魂和惡魔巫師 目前看得出來沒有特別去針對幻翅 對 而這邊盧建宏也是電魂 難道是幻翅加雷卡隊 喔 應該是雷卡 因為出了藍貓 對 出了藍貓就很難轉 出了藍貓如果不出雷卡 藍貓基本上很雞肋 是的 但中國選手已經開始針對囉 來了 炸彈人 炸彈人家惡魔巫師 這樣幻翅的人受得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盧建宏 應該盧建宏我覺得沒有意外 還是卡爾 一個位置給卡爾 一個位置給冰嗎 給冰 是不是巫妖 喔沒有 還是流浪 流浪劍克流浪 那這邊最後一個位置 卡爾 卡爾對決 但是一邊帶的是炸彈人 一邊帶的是幻翅 只是一邊 只有一顆雷元素啊 呃 流浪劍克有一點點 好像硬顆吧 有一個 好 第三次 我們的豬豬 好 先來一個 先炸能量很好 這邊幻翅 幻翅的能量很快喔 直接要切進去 卡爾嗎 貼進去我覺得有點冒險欸 要不要切 不要貼 但我覺得他會切 依照左邊他會切 好 燒能量 還可以 哇 被消了 哎呀 幻翅沒 來了幾個沒來了 第一次卡到 哎呀 炸彈人換掉了 跟炸彈人 互換目前三打三 但是這一邊 劉翅監克開大 劉翅監克開大 對惡魔物資的血量 殘血在惡魔物資 喔 惡魔物資 有機會 催他 催他 讓他高潮 來來來 來來 催高高 劉翅監克直接進去 頂他頂他 來來來來 天火 天火 那恭喜我們的王者奶茶 率先拿下第三名獎獲勝 目前是1比0 取得了一個 聽牌的局面喔 在剛剛兩邊 都出卡爾的一個情況下 一邊走的是炸彈人 跟惡魔物資 一邊走的是幻翅 一邊 因為幾乎只有一顆雷元素 是 所以他存雷爆存了很久 對 但是也讓我們王者奶茶 差點輸掉 的確 所以其實差點被秒 對 因為剛剛幻翅的血量 真的還好 好像要砍到一下 對 而且最後一個龍捲風 要吹過來還好即時開大 對 如果 被吹起來 真的是 真的是哭出來 摔下來應該就掛了 是 好 那第二場比賽我們來看一下 盧敬榮這邊選擇的是 沈默還有惡魔物資 而我們的中國學友李晨光 選擇的是經典的 雙坦 軍團還有默子 很難處理啊 根本就是中國國家隊 這兩個加起來血量十萬 哇 以上 而且還 其實軍團還會補血喔 硬邦邦啦 軍團還會補血 對啊 這個是 我有點女髮隊的感覺出來 對 可能是 三坦女髮隊 那盧敬榮這邊還有兩個位子 會不會選火貓 好 末日加火貓 也可以 這對末日配火貓 好像是我們中國選手 對 剛剛的 對 剛剛的魏黎敏還是 啊 頂義 那其實 因為兩邊都出沒這個情況下 我們要觀察 控誰 控是控誰 但是我們的惡魔物 火貓會控到很慘 火貓其實都很慘 對 都蠻慘的 因為我們角色都蠻重要的 對 而這邊 這邊 這邊如今我要拼 看能不能控到對面的幻刺 或對面的沉默 對 對 對方是 雙沉默加一個幻刺 但是我們也補了炸彈人 我覺得這一邊 感覺正常 王者來強 有點危險啊 有點危險 如果炸彈人沒有換掉幻刺的話 這個輸出相差會相當的大 好 那邊架開 喔 不過這邊王者來強 會補了一個炸彈人 要來克制我們的幻刺 對 我們看幻刺 到底會不會飛過來 搶炸彈人 這邊有惡魔巫師 喔 這台惡魔巫能量會很快 喔 我們會先控嗎 好 我們被撐破 我死了 幻刺死了 幻刺被秒殺 哇 幻刺今天死了 瘋到惡魔巫有點慘 不過沒關係 沒關係 控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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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知 先知也可以 唯一的輸出 很好 炸彈人開大 火猫也可以開大 好 炸彈人開大 也是非常的痛 秒誰 秒誰 好 帶走莫子 只要了 看來要直落二樓 不過火猫現在沒辦法開大 火猫沒有辦法開大 不及 非常可惜 四打三有沒有機會 軍團沒有血 軍團沒有血 沈默可以開大 沈默待會可以接 沈默單點就可以收掉他們的 好 先知了 應該吸不回來 對 先知吸不回來 沈默也被沈默 好 OK 應該是有機會 炸彈人再次的開大 炸彈人等一下開大的話 一定就獲勝了 好的 恭喜 台灣的選手 王者來查直落二 擊敗了我們中國選手 李成光